男星王佳兒今日接受媒體訪問 透露自己去年因為精神狀況不佳 出現抑鬱傾向 讓他不得不暫停停止工作 休息了差不多一年了 是被逼休息的 因為我的狀態真的不是我 有一股症有少許瘋症 我覺得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王佳兒的好友Henry也坦言 去年是我見過他最不開心的時候 透露王佳兒對自己的要求非常高 當時身邊的人和他的想法不一致時 給了他自己很多壓力 人性利益 現實 認知了很多事實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版本 你明白什麼意思 就是不同的角度 這個不是現實的 其實不是一件壞事 經過這次休息 王佳兒對人性和現實有了不同看法 也預告2025年下半年將回歸 我不是安逢的 就是 回來我覺得我的心態 我的邏輯 還有 心態會比之前健康很多